奇怪的飞机我们也讲了不少了 但今天要讲的这架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因为它是坐在炮脚筒里面飞上天的 不信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错 它叫做C450甲虫 代表着法国在上世纪50年代 对垂直起降飞机的一次尝试 想要垂直起降我能够理解 但为什么非要拿个炮脚筒来当机翼呢 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了 我是百科全素火箭书 今天我就围绕着三个方面来说一说 这架有趣的飞机 第一个是要交代一下它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是讲一讲为什么它要特立独心 用这样一个环形的机翼呢 以及为此衍生出来的其他黑科技 第三为什么它会最终失败 造成它失败的致命缺陷都有哪些 好了今天的内容会比较轻松 点赞关注转发之后呢 搬上小板凳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关于垂直起降 人类其实已经梦想很多年了 被画家耽搁了的科学家梁拉多达芬奇 在他留下来的几千页的草图当中呢 就包含了一架能够垂直起降的飞行器 所以后来没有悬念的就诞生了直升机 但直升机有个问题啊 跟固定飞机比起来它飞不快 而固定飞机呢 又必须要有一根笔直的跑道 才能够飞起来 平时占地方打起章来 更是一个白送的目标 所以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将直升机的起降优势 和固定飞机的速度优势结合起来呢 工程师的脑洞向来都很大 怎么可能没有呢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 把一架正常的固定飞机立起来 起飞时跟直升机一样 螺旋桨冲上转 只要发动机够猛啊 吹出的空气够多啊 就能够把飞机拉离地面 然后再想个办法把它转平 变成一架正常的固定飞机的姿态 螺旋桨冲前转 不就能够飞出去了吗 所以啊 几乎在同一时间 很多国家都在开发类似的 把屁股坐在地上的垂直起降飞机 它的官宣名称叫做 伪座式垂直起降固定飞机 其中的代表有美国洛克希德的XFV 和康威尔的XFYPOGO 它们长得跟一架普通的螺旋桨飞机 区别不大 也有正常面积的机翼和尾翼 只是立起来之后 有种把飞机开出火箭的感觉而已 哪怕更寂静一点的 把螺旋桨换成是喷气式的瑞安X-43 看起来也是一副老老实实的飞机模样 这就没劲了嘛 既然造的是一架前无古人的垂直起降飞机 怎么就不能把布置卖得更大一点呢 在这一点上 法国人反倒是交出了满分券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它造的这架垂直起降飞机 你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叫它飞机了 而且事实证明 它的确就不是一架飞机 它更像是一台可以飞行的发动机 好了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讲讲这架C450甲虫 环绕着机身 这个看起来像是炮脚筒一样的东西 其实是它的机翼 它叫做环形机翼 其本身的优点还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是不会产生一间涡流 能够有效的提高飞机的飞行效率 至于什么是一间涡流 我在这一期的视频里面有讲到过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朋友 可以一步过去看一看 我在这就不赘述了 第二是可以减少占地空间 不必像一些需要搭载到航母上的飞机一样 为了节约空间 还必须要把自己的机翼折叠起来 既麻烦又浪费时间 第三呢 这个脑洞就比较大了 谁说它只能是一个机翼呢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发动机的整流罩 然后整架飞机 就都是这台发动机的核心了 法国人的确是这样构想的 他们认为这架C450成型之后的样子 就该是一架装着冲压发动机的飞机 速度应该可以超过两马赫 所以冲压发动机 就是靠自己的前进速度 来压缩吸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 使它不需要压缩机模块 就能够获得进入燃烧室的高压空气 可以参考的对象有SR71黑鸟上面的那台J58发动机 你看C450的环形机 是不是像极了长着一张大嘴的涡轮发动机的进气口呢 既然一口气能够吞下这么多的空气 那干嘛要白白浪费 还不如把它们全部压入燃烧室 然后大力出机器飞出一个好成绩 所以这么看一切就都合理了 它首先是一台发动机 其次才是一台可以控制方向的发动机 那么接下来就该要想办法来控制它的方向了 为了实现这点 不得不说法国人是想出了很多 完全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黑科技的 咱们随便举两个例子来感受一下 矢量推进和压抑 先说矢量推进 C450为了在垂直起飞后转向到水平飞行 在发动机的喷嘴里面安装了偏转叶片 可以改变喷气的方向 从而实现转向 这个虽然没有直接旋转喷嘴那么高级 但也是一个矢量推进的方式 恰好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段SpaceX测试星舰的视频 在星舰回收落回地面时 其姿态不是垂直 而是有些平躺着的 这应该是为了更有效的减速 但最后它还是必须要垂直降落的 所以在接近地面的时候 火箭发动机会再次点火 并且利用矢量喷嘴斜着喷射 来将原本平躺着的健身推成垂直 这个不是跟C450从垂直变水平的方式一模一样吗 可惜星舰它咋了 回到60多年前 法国人就想用在今天都不一定能用的好的技术 这科技黑的程度堪比黑洞了吧 再说压抑 这也是一个在没有电脑辅助的情况下 很难控制的东西 而C450偏偏就把它给装上机头了 为的是能够将平飞状态改变成垂直状态 然后降落 我首先是很佩服这些法国的工程师 但转念一想 不对 更佩服的应该是那些敢亲自上阵 去试飞这架飞机的试飞员了 不同于如今我们在设计飞机时 可以用到电脑模拟 那个时候你要打某一架飞机出来 试飞员的角色基本上跟工程师没太大区别 但冒着的风险可是大不一样 1959年7月 在C450最后一次的试飞当中 当飞行员准备挑战从垂直过渡到平飞时 甲冲突然失控 接着一头坠回到地面 万幸的是飞行员在最后时刻成功逃生 但这次坠机却彻底宣告了C450的终结 甚至也宣告了对这种 伪座式垂直起降固定飞机的尝试的终结 那么究竟为什么C450会最终失败呢 大概有以下这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这种圆滚滚的环形机 让飞机在垂直降落时 会很难去对抗滚转效应 使得控制起来变得极为困难 滚转效应是一种 让机身围绕器轴线缓慢旋转的现象 SpaceX在早期垂直回收火箭时 也遇到过同样的难题 但人家能够通过21世纪的技术手段解决掉 60多年前的法国工程师 该拿什么来拯救自己的脑洞呢 第二个是 像这样全靠发动机出力的垂直降落 一旦发动机遇到点故障 就全完 一点溶余量都没有 而不巧的是 那个时候的沃轮喷机式发动机 明显还不怎么可靠 第三个是不说降落 就说即使能够顺利转到平飞吧 环形机本身也是超难控制的 而原本用它是想着 它还有挺多好处的 比方说减少握溜带来的诱导阻力等等 但为了能够把它装到机身上面 就需要一些其他的辅助结构 而这些结构都会带来新的阻力 这一阵一反 好处清零坏处 却一个没少 还用它干什么呢 所以法国人这一波 试图挑战传统的设计 最终没能够成功 垂直起降的固定一飞机 在等了几十年之后呢 还只能长着一副大众脸 一点也不浪漫 好了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 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 有些民航科技的发动机呢 很特别 它们的尾部喷嘴 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平等 而是像这种花边一样的锯齿状的 甚至有一些呢 不仅在外圈带有锯齿 连里面的那一圈上呢 都是带有锯齿的 诶 所以问题就来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来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术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显然它不是为了好看的 尽管我个人认为 它的确比平等无奇的普通喷嘴呢 要更好看一些 但其实它的作用是 为了降噪 诶 怎么降呢 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们必须先要来了解一下 造成航空发动机噪音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才行 简单来讲 主要就是由于两种速度差异 巨大的空气 在混合时会发生强烈的摩擦 这种摩擦呢 会制造出湍流 而湍流则会带来噪音了 诶 所以你看 如果两种空气在混合时的速度差异越大 那么摩擦自然就会越大 由摩擦所造成的湍流 也是比更大更大的湍流 当然就带来了更大的噪音 喷气式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就是通过把前方自由流动的空气 吸入到自己的核心 在加压燃烧后 猛烈的向后喷出 来制造出反重力将飞机推动起来的 所以由它的喷嘴所喷出来的空气速度 就自然要比周围的空气速度快上很多 根据我们刚才说过的原理 在这两种空气混合摩擦之后 其产生的噪音自然十分惊人了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学校附近还有一座军用机场没有搬迁 所以一旦他们开始训练 我们就要做好接受噪音的准备了 经常客上了一半一架呼啸的飞机 从头顶的低空怎么飞过去 就把所有的声音都淹没得干干净净了 年轻的老师会继续撕心裂肺的大喊 而惊艳老道的老师则会停下来 慢慢的端起泡着菊花枸杞加胖大海的茶杯 轻轻的桌上一口享受着难得的片刻清闲 但是附近的居民就不会这么淡定了 所以放眼全世界随着民航业的发展 对降低喷气式发动机噪音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 那么请问如何降低 你刚才一定认真听了 所以知道只要降低发动机喷出了空气的速度就好了 但是根据推力公式 推力F等于发动机出口处的空气质量流量乘以速度 减去入口处的空气质量流量乘以速度来看 在不能提高空气质量流量的前提下 如果减小喷气的速度 推力也会大大减小的 是啊 噪音是减少了 但剩下的推力还能不能再推动飞机呢 这可就不好说了 那你也许会说 咱们能不能把空气质量流量加大以平衡减少的喷气速度呢 可以的 螺旋桨飞机就是这么干的 你看它巨大的螺旋桨在旋转起来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虚拟的进气口 一次能够吞下一大口的空气 虽然往后推出的速度呢 并不是很快 但也依然能够提供足够的推力 那喷气式发动机也这样干不就好了吗 把进气口加大 吸入更多的空气 再把它们以较慢的速度给喷出去 可以吗 实际上是不能这么干的 因为单纯的喷气式发动机啊 效率是很低的 它通过将燃料与吸进来的空气混合燃烧 制造出高速的气体 然后再喷出带来推力 所以吸进来的空气越多啊 所需要混进去的燃料也越多才行 然而在把这些燃烧后产生的高温高速气体喷出时 其中却只有高速是我们用得上的 高温完完全全就浪费掉了 它白白带走了很多的能量啊 而且喷的越多呢浪费的还越多 航空公司怎么受得了 它们巴不得一滴燃料都不浪费才好呢 反倒是军用飞机不那么在乎而已 所以在民航发动机那边呢 它们真的是希望被吸进燃烧式的空气越少越好啊 那就很矛盾了 喷的气少了 速度就不能慢啊 速度慢不了 噪音也小不了啊 怎么办 幸运的是啊 这种矛盾呢 很快就被材料科学和工程设计的发展给解决了 人们设计出了更大也更耐久的风扇 并把它装在喷气式发动机的涡轮上 就变成了如今的涡轮风扇发动机了 它是这么工作的啊 在喷气式发动机的前面呢 再扣上一个大风扇 只有进气口中央的一小部分的空气 在通过风扇后进入到喷气发动机里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是发动机的核心 在加压混合燃料燃烧喷射之后呢 它把大量的能量都用来推动尾部涡轮的旋转了 而涡轮轴是连着前方的大风扇的 于是大风扇呢 就快速的旋转了起来 将通过它的空气加速推向后方 从发动机核心的外面 发动机外壳的里面夹在中间 这么就被喷了出去 由于根本就没有燃烧啊 所以相比起核心所喷出来的空气呢 是既凉又慢的 但是它质量大啊 所以提供的推力也很大 而且它不热嘛 所以浪费的能量也很少嘛 效率也就相应的提高了 还有一个很关键啊 它速度慢了 跟周围空气混在一起 使得摩擦也小了 噪音自然也就低了 所以你看啊 现在的民航发动机呢 是越造越大啊 其实并不是把核心变得更大 而是想了法子 把前面的风扇变大而已 好让更多的空气 从核心的旁边被吹出去 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降噪 它们叫做高旁路比发动机 装在波音747-8和波音787上的发动机呢 都是这样的 好了 到了现在 民航科技的发动机噪音 确实已经比以前小了不少了 但还有没有得降呢 可以的啊 那就是要进一步想办法 让两种不同流速的机体 更温柔的融合了 工程师们呢 从猫头鹰的翅膀上看到了希望 哎 其实人们很早就发现啊 夜行的猫头鹰呢 是飞行最为安静的动物之一 它所发出来的飞行噪音呢 只是同等重量其他鸟类的几十分之一 甚至还更小 咦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通过研究 科学家们发现 秘密很有可能就隐藏在它们的翅膀里 尤其是那些呈现出锯齿型排列的伪圆了 于是在计算机仿正软件的帮助下呢 来自NASA和波音的工程师 终于验证了这个猜测 锯齿型的设计 会使高速喷出的气流提前产生出湍流 使它们在与周围的空气混合前呢 就变得更碎了 从而避免了更大湍流的产生 这有点像是把一颗冰糖提前敲碎了 撒到水里面 比把一整颗丢进去更容易溶解一样啊 在使用了这样的锯齿型喷嘴之后呢 据说在发动机最大推力时 噪音能够减小六分贝 哎 六分贝听起来好像背水车星啊 但是分贝其实是个比值单位 所以表现的是一个变化率 降低了六分贝 实际上代表着75%的噪音量降低 一点也不少吧 所以啊 有的时候一样改进呢 看起来好像很小 但实际上却意义重大啊 好了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 下一期呢 我们继续讲一个小改进所带来的大改变 飞机为什么要把油装在机翼里面 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可以首先问一下自己 愿不愿意跟它换个座位 自己坐到机翼上面去 很简单啊 你总得为它找一个地方嘛 机翼上不行 那就机身里面呗 可是你又不愿意 跟大家开个玩笑啊 我是百科悬书火箭叔 下面呢 咱就进入正题 保证有些是你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 首先 刚才那个技术玩笑也是事实 对于飞机 尤其是靠装尽量多人进去的客机 和装尽量多货物进去的运输机而言 机身空间多么宝贵啊 把它用来装油完全没有道理啊 所以第一个原因就出来了 省空间嘛 然后呢 即使我机身里面有空间 把它拿出来装油也不划算啊 因为相比起本身就做成了防水的机翼 要在机身里面装油 你还得要再加上防漏的罐子才行 而机翼直接把油灌进去就可以了 大多数情况下呢 它都不需要再额外增加任何的储存装置了 也就没有额外的开销了 等于是省了钱嘛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简直太重要了 那就是平衡 为了让你知道飞机的平衡多么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两个不平衡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啊 你看 当乘客拎着行李一起往后挤的时候呢 直接就把这架客机给压敲头了 还好啊 这是在地面上 如果在空中 那就是场灾难了 2013年 一架载有207吨货物的波音747 刚刚升空不久呢 就被五辆装在肚子里面的军车给害惨了 因为它们没有被固定好 失去平衡的747 马上就变得无法控制 在挣扎力滑后呢 便直直的坠到了地上 机上6米成员 全部失去了生命 所以下次你可千万别在飞机上换座位啊 看到有想换座位的人呢 就把这段视频给他看 保证他立马就坐下来了 所以记忆的优势呢 就体现出来了 因为它正好就落在了飞机的重心附近嘛 不管是满油还是烧掉一部分 它都不怎么会影响到飞机的整体重心位置 反过来啊 如果把油装在机身的肚子里面 前面烧的多一点 或者后面烧的多一点 立马就让中心在机身上前后移动了 想冲到前面那架747的悲剧吗 没谁想嘛 倒是啊 可以偶尔利用一下的 空客A380 在它机尾部分呢 多了一个油箱叫做配屏油箱 它可以将机翼组油箱里面的油抽出或者迸回 从而调整中心位置改变飞机的抚养脚 实现省油的目的 具体是怎么做的 在这儿咱就不讲了 要是大家感兴趣呢 我可以再单独出一起啊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啊 就是油装在整个机翼里面 不也是要左摇右晃的吗 所以呢 这里就引入了隔板 它将机翼里面的储油空间分割成了很多的仓室 每个仓室之间呢 也并不是完全封闭的 留了一个小孔 于是既可以让油流过去 但又不至于流的太快 就避免了晃动的问题 其实啊 油贯车也是这么处理的 好 下面是第四个原因了 荣誉 2008年啊 一家加拿大航空的A330在空中经历了多次的燃油泵故障 这到底是有多倍啊 最严重的时候呢 所有的燃油泵都不工作了 但是 燃油却仍然在远远不断的流向发动机 为什么呢 因为机翼在发动机的上方啊 储存在里面的燃料是可以靠自己的重力流下去的 也正因如此啊 哪怕有些飞机在机身里面的确是存了一部分的油 也是要优先用掉的 把机翼里面的油呢流到最后 这相当于是上了一道保险嘛 接下来是第五个优点啊 装满油的翅膀会更加的厚实 就较不容易发生气动弹性参征的现象了 这是一种由气流的扰动所造成的材料共振 后果相当严重啊 连街市如跨海大桥都扛不住被摇垮了飞机就更不要谈了 第六点啊 跟第五点有点类似 把油装在机翼里面可以靠重量帮着它往下压一点 这在平地面上的时候呢看不出什么优势 但是一旦飞起来它就可以用来平衡 完全作用在机翼上的向上的生力了 有助于帮它减压延年益寿嘛 终于啊来到最后一点了 尽管咱们已经想尽了办法防止火灾的发生 但是谈到油你很难说它不火呀 这要是发生火灾 是烧翅膀还是烧机身的损失更大 相当明显吧 现代科技的机翼用的都是散热良好的铝材 可以在机身变成大增龙之前呢 为逃生的人们争取足够的时间 所以以上七点 节约空间 节约开销 方便平衡 提供荣誉减少颤证 降低压力和防火保命 你都记住了吗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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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书